這個題目就是剛剛把之前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今天做到一個可nemo版本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還沒辦法上網公開 因為我這個背後的Jason檔有90多Mb 所以我還要再研究一下怎麼樣能夠放到網路上 讓大家可以玩一玩 那麼那麼那麼為什麼還不出來 那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過去我對於一些研究公司或是一些產業分析的時候 我都欠缺就是用產業的角度來看 而是我把台灣各公司都一模一樣的角度來看 那又造成說可能不同的產業會造成 像大家都知道在講什麼沒有畫面 就是會造成說那個 我覺得會不客觀 就是我們不能在資訊用或是在農業用同樣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就想要開始整理一些資料 就是說不同行業別的那個 會不會有一些不同的情況 那麼我這邊就先拿了那個財政部的那邊有公佈了 就是所有的公司的資本額跟他的行業類別 然後我左邊這邊行業類別就是 那個主地處的行業類別 右邊就是列出這個行業類別的 縣市有幾家公司 然後資本總額是多少 以及資本額前三名的三家公司 所以例如說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各縣市的前三名的公司有哪些 像宜蘭是幸福水米 然後屏東是國統國際 不知道什麼 然後台化 然後像鴻海是在新北市 台積電在新竹 然後還有很奇妙的例如說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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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是花臉第一 然後或者是說像基隆的話 我這邊也有整理就是過去三百 只看過去三百六十五天的話 那個基隆這邊有一個基隆市都根 他的那個資本額竟然是第一名 就是一個什麼都根會 所以我滿驚訝的 然後以及這邊就是在點進去的話 可以看到例如說 我們看特殊行業 例如說農林漁木的話 那他就這邊只剩下農林漁木相關的行業 然後就會看到說其實數量分布就不像剛剛 剛剛是台北市最多 但是農林漁木的話就是高雄最多了 然後或者是我們再看林業 林業的話又變很少 就是像這些縣市過去三百六十五天 都沒有新的相關林業公司成立 然後我只是希望說 由這個當作一個開頭 然後慢慢的可以把各種 這這邊只整合資本額 那我之後想要整合就是 因為主計處那邊有各行業的勞工人數 所以到時候也可以分析 就是各不同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有多少 主計處也有就是他的薪資比例 或者是說我這邊還想要再整合有標案 就是說各產業 從標案取得的收入來源的比例有多少 那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當作一個起點 然後能夠知道說各產業 他的收入來源 他創造的工作機會 他是不是靠政府而活 還是靠資源能力而活 他有沒有一些進出口之類的 就是慢慢把這些資料 變成一個讓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各產業現況的一個index 所以我接下來會努力就是 把這個90M的東西想辦法 讓他能夠讓大家都可以 比較輕易的看到 這樣 為什麼他那個公司 不同公司要發生同一 這邊是前三名 就是說這個行業類別 然後資本額前三名 所以我這邊就是每一個縣市 然後每一個行業類別都有 然後目前就是 行業類別中到最細 然後成長最高的是 周華集電 最數量 好 那我們就謝謝Vani 謝謝Vani 謝謝謝謝Vani Ok 謝謝Vani